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Katspong 歡迎來到這禮拜的 本週我在聽 觀眾推薦歌曲 Fuji Fabric 樂園 從上一期本週才聽中選出觀眾留言的歌曲 由哲穆與Kia 所推薦Fuji Fabric 的樂園 他覺得這首歌的高潮段一直給他一種Déjà vu的感覺 算我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感覺 日本樂團Fuji Fabric 富士纖維樂團 為了動畫Dr.Stone新實際第二季所寫片頭曲 這首歌也會收錄在他們將於3月10號發行的全新專輯I Love You 當中 第六名 Kotama Hikari Cocoa 我一直都會感覺到 上一期的本週在聽內介紹的Nishina這位創作歌手 而這次要介紹的Kotama Hikari跟Nishina一樣 同樣來自翻唱團體Plus Sonica 說真的 大家可以多注意這個翻唱團體出來的歌手 每個都有十足的潛力 Kotama Hikari 近期推出了全新創作Kokoa 希望藉由這首歌 能為重要的人帶來幸福的感覺 第五名 Ayaho Chime No Otote 來自京都的18歲高中生創作歌手Ayaho 以粉絲的留言寫一首喜歡像老師的歌曲 進而誕生出了這首Chime No Otote 從歌詞到旋律無一不充滿著青春的味道 而Ayaho的歌聲也讓我想到另一位主打戀愛歌曲的衝動歌手Korezawa 我非常期待也非常看好Ayaho未來的音樂路上的發展 第四名 Ayaho未來的歌曲 現年20歲還是大學生的衝動歌手Ayaho未來的歌曲 暗示性十足卻又剛好踩在線上的用詞 搭配上洗腦的旋律 這首歌不僅成功打入各大音樂排行榜內 MV更在YouTube上推出一個禮拜 就吸引了超過100萬次的點閱 第三名 Kosu Niye Give It Back 跟吻涅子他們的團名Kosu Niye 近期為動畫的咒術迴戰第二期寫片尾曲Give It Back 歌曲在充滿著悲傷氛圍的同時又帶點溫柔 完全是為了接下來的劇情而打造出的歌曲 主唱中春未來歌聲將這種悲情的感覺提升到了最高 不過第一期跟第二期的ED反差真的超大 既然說到了咒術迴戰 那就不得不提一下 本集節目是由電子書平台Blocker獨家贊助播出 Blocker是台灣腳串和日本Blocker 合作推出的正蠻授權電子書平台 電子書除了相較於傳統紙本書更方便攜帶以外 還更環保呢 大家如果買書怕採雷也可以用租的 除了三天後會自動買還書 完全不用擔心忘記還額產生的預期費用外 而且用租的日後買書會自動扣除之前租借的欠錢喔 現在新會員首次買書不限金額除了79折優惠以外 加入會員還能免費領取50元折價券 像我最近在看的除了進階的巨人外 還有咒術迴戰跟約定的夢幻島 這些Blocker上面通通都有 而2月24號也就是明天 1日限定Blocker全關點數30倍送送送 1點等於1塊錢 大家還在等什麼 趕快買買買 第二名Dissue 当たりまえ 在去年登上The First Take唱了由阿姨沒有做製作曲的Neko後 獲得不少關注度的樂團Dissue 近期位日劇Neko寫主題曲 沒錯 這部日劇就是由歌曲Neko的內容來改編的 也就是說Dissue的歌曲被改編成日劇 然後再有他們自己再寫一首主題曲 第一名 沈山陽 色香水 創作歌手沈山陽 近期位發糖發到手抽筋的漫改動畫 酷魚公村寫主題曲《色香水》 歌詞中將感情世界兩人形容成香水 沾染上彼此味道感情 就算有天結束了也令人懷念 這首歌有些許80年代City Pop的味道 聽者同時 我覺得很搭沈山陽自己在去年推出Sugar Highway的MV 給你們看看這首歌跟那支MV合在一起的效果 這次影片就到這邊啦 介紹歌曲人喜歡的嗎? 你記得來到這裡聽一首歌呢? 下面留言告訴我 就有機會登上下禮拜的本週我再聽喔 我的Instagram上有更多本週我再聽 別忘了追蹤看看 我是Kasbon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